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 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 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3 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欢呼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的恨 好的 各位朋友们 欢迎回来 那么 接下来就是今天晚间场的第二场比赛 由 Blinking GG 队战的是解释 那 Blinking GG 的话 他们现在是在一个新的战队叫 SPA 对 是一个国内刚新建起的星期二战队 也是收纳了很多国内的新人 还有几个台湾的那个新人 对对对 还有几个台湾的新人 对 那解释的话 现在好像是处于一个无战队的一个人 的状态 B Heart好像是解战了 对对对 出一个战事务战队的状态 我们先看一下地图 第一张地图是冰封神殿 然后是败者选徒 好 那这两位选手呢 以我对这两位选手了解 解释的这个 PVZ其实是他非常强的一个对抗 因为之前他去我那边住过一段时间 我有了解一下 然后 BlingPG这位选手我对他了解比较少 他的强项是还真是ZVP ZVP是他的强项 ZVP ZVP ZVP都都还不错 我对BlingPG的了解呢 大部分就来于天气 只有天气收到他的时候会对他的打法一些了解 对 他天气ID也很容易认嘛 对 就是我对他天气的 以他天气打法的了解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套路流程走得很好的一个选手 对 对 对 基本功很好 对 基本功很好 套路走得很好 但是想法欠缺一些 就是在比赛中可能会吃亏 这边双方选手也是准备就绪的 我们先进入到双方的第一场比赛 从我最近看这个轨迹的时候 轨迹和他的这个ZVP打的还是比较灵活的 对 轨迹 我们先看吧 因为我在天气上收到他比较多的还是TVJ和ZVP TVJ没怎么收到过 好 我们看一下 先看苏仁点位 苏仁在地图左上角 红色 蓝色的重组 这个就是BLINKINGG来自于SPA战队 而地图右下角红色的伸出 就是解释 现在是一个无战队状态 对 现在解释的话 他这个赛季 或者说是他的最近的话 应该是PVJ有一点抬头 因为他在之前上个赛季的话 从我们内部就是像沙家搜到解释的话 都是觉得他这个PVJ是他的一个弱项 对对对 前段 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是比较迷茫 对对对 但是后来的话开窍了 其实那段时间他们像解释和他一起住在一起 可以互相的交流 就其实这个能互相交流的话 互相借鉴是吧 对 骑高是非常的快的 那其实解释的话 他还是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啊 就是互编队这个现象 哦 这边轨迹哥好像是放了一个战术 对 那并没有不是很常规这个打法 他其实也不是不编队 他建筑还是编队的 对对 只是兵不编队 他的兵基本上 就是打多线的时候他的兵是靠匡权 那正面进攻的时候呢 是靠F2操作的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但是他能用这样的打到现在这个实力 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 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对 那这边是靠对手提出狗开了以后呢 自己也不着急开二框了 先防守住 三框开局 然后诡计他生了狗速 那样的话就不是 而且没停气哦 我没停气的话呢 有可能要放蟑螂潮 要打蟑螂狗一波 就是之前那个Duck用的那个打法 对 果然是直接放了蟑螂通潮 那这样的话他就是第一时间会出八个蟑螂左右 然后加上后续的全部的提出狗 直接是A过去 他是完全不服农民的 只是最多到19个 就是16加3 这样一个 不是那种就是出四个蟑螂 然后全部变火蟑螂吗 不是 他就直接是暴蟑螂 暴蟑螂的 我是觉得那种出四个火蟑螂的 比较有威力 就是出四个蟑螂 然后过去一步走一步变 然后后面就全部接提出狗 你就看一下吧 也有可能是这个打法可能进化了吧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Duck用的话 他就是要爆很多蟑螂 然后这样的话 直接是地线N了五个蟑螂 他的资源还是有 看他后续是继续按蟑螂 那就是你说的那招 这就是我说的那个 对八个蟑螂接后面全部变提出狗 这个打法其实 只有单女王好极限 对气还是有富裕的 是后面还可以继续按蟑螂 或者是在走到前面之后再把红雪的蟑螂变成火蟑螂 我觉得变火蟑螂靠谱啊 火蟑螂真的很猛啊 这边已经是被发现了 看一下解释 这个拖时间 这个单纯拖时间 哦解释他是放了VC 然后连布两顶 这样的话 如果正面这个水晶掉了的话 我觉得解释这盘就要走远了 他这个正面防守其实有点问题 因为再多点两个水晶会好一点 会点的会点的 已经点了已经点了 家里出哨兵 这个 哦解释还是直接选择了升级VC的蟑螂 这个使徒的攻击速度 但是他感觉很有信心防住 接下来他补农民啊 什么 他居然出了九个蟑螂 然后补农民 他没有去接狗 而直接去选择补农民 我觉得接狗的话要好一点 因为破口是很容易的 对于他这个打法来说 哎解释为什么不来放炮台呢 他在反应有点慢 反应有点慢 有点迷了 对他这个两个水晶相当于是白白送掉了 这这烧不了兵啊 哇这要是接狗我觉得打死了 对啊要是接狗直接就打死了 因为哨兵的立场是没用的 哨兵的立场可以被火炸的火球直接是砸掉 哦没有放 看一下 再用水晶再堵一下 还有没有立场哨兵死了 但是守时守住 守时守住的 但是我觉得守住的话就是解释 是转了呀 是断了 但其实本来可以守得更好你知道吗 他等一下这个使徒攻速的一波反压的话 我觉得轨迹这边很很难防很有压力 看啊哦这边刚才把狗速退了 原来是把狗速退 怪不得他没有选择接狗 我就看他那个资源的话 好像第一时间按完八个蟑螂之后还有一些气 就感觉不太正常 原来是把这个狗速退了 如果是正常的话 第一时间按八个蟑螂 后面是没有气来继续按蟑螂 如果走到前线的话是可以变火蟑螂 对 好 就是活着一个红血的蟑螂回来 还有还有一共是活了三个蟑螂 他后续罩 对 后续罩了 我觉得这个打法 轨迹的这个打法 有一点 有一点骗自己的感觉啊 就是他这样打的话 他科技又不快 然后经济也没有领先 对我觉得打这种一波 同时打过去的话 必须要坚决 你不坚决的话 打不下来肯定亏 绝对是亏的 他这样的话别人使徒攻速好了之后一波反压 这个蟑螂没有速度 然后狗的速度又没有好 这样的话是追不上这个使徒 会被这个整个使徒牵扯的很惨 好 先杀一个女王 继续飘 你追不上我的 你永远想追上我的 对对对对 这个使徒这个影飘的实在太快了 好 取消 我就不停的飘 然后把你这三七地按掉就好 对 然后再飘 看你上来我就飘 诶 解释解释 好好飘 先换一些狗 反正这蟑螂是不要想追上的 这边应该是要取消掉 取消 走了 诶 他刚才 不过还好他这个使徒的CD很快 又可以再继续飘 就继续飘 然后家里面是走了双七场的一个凤凰 然后还升起了凤凰一攻 3BG接 4BG接双VS凤凰 他这个打法的话要凤凰一攻 然后 这个打法唯一不好的就是三框进度会特别特别的慢 嗯 这样的话其实没有坚决的叙使徒还是 让鬼子这边缓和力不傻 不然如果坚决叙使徒的话真的有点难防 我觉得解释这盘的话 他应该会只出两个单位 一个是凤凰一个是使徒 就只会出这两个单位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他是不是这样做 因为这张图我昨天看探机的话也是这么打 强行利用凤凰加使徒去换虫族的战损 凤凰似乎是没有点到矿桑 这个无所谓 因为三框反正还没有好 凤凰出来之后的话整个神族就会把前面亏的全部都转回来 因为凤凰这个重租是完全没有东西可以限制 凤凰藏了一波冰 这波冰的话看他是不是要过来强行换这个三基地 但是使徒已经是飘过来了 凤凰加使徒这波重租怎么办 先拖了些女王 但女王不行不够啊 这样凤凰加使徒会强行把这波女王吃掉 然后侧面的冰动了 轨迹侧面的冰动了 去去摁三框 诶正面鬼 哎呀这个解释F2了呀 他刚才凤凰没有第一时间配合使徒上 这样的话他就是 对家里面先用凤凰去守一下 但正面使徒没有操作 被这边蟑螂和女王是换到了不少 好家里面是 免残所住 对优先防了一下家里 这样的话他交换就亏了呀 这样 好轨迹直接直接放冲动 要一波弄死你 他就他这个想法就是我 侧面那波冰是去换凤凰的能量 然后这样我正面的冲动就过来就无敌了 这个凤凰没有能量就有点尴尬 确实现在凤凰没什么能量了已经 对能量可能只够排个五六次 而且这边是刚发现 从头马上就要造好了 有没有魔剑核心过来先放个炮台 魔剑核心过来放炮台 出来了看一下哪一口 女王继续拿 再拿一口 哦但是凤凰的数量还是很多 这波看一下 但凤凰现在抬了没有输出啊 哦没有输出 凤凰的哎呀凤凰这就是凤凰尴尬的地方 如果凤凰没能量的话就没什么作用 这波凤凰就虽然感觉 虽然感觉现在解释的人口很高 但是他一大半都是凤凰 然后 哦还好 看死多少农民 其实这波死没死这个农民 防的很不错啊 去这波能量之后的话还是挡住这波了 那挡住的话呢就是轨迹这边就大裂了 他那波女王能量可能也不适合特别够 所以说也没有能够乃住 然后同时凤凰的一攻的话 让凤凰杀这个女王也是特别的快 对 轨迹这个刚才想要意识 这个想法还是很好的 就是抓一个凤凰没有能量的这个timing 继续续凤凰 继续凤凰 这个果然是啊指出凤凰跟使徒指出这两个单位 诶有啊你看第三个单位 第四个单位 第五个单位 看人家出了很多个单位 要转双VR出不朽了 继续不变 凤凰在前线不停的占便宜 这个占损可以慢慢滚 我觉得如果这盘换来换吉姆或者是探机来打的话 可能就会只输这两个单位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优势比较大了 比赛求稳一点没什么不好 对没有必要去选择VR出不朽求稳 因为现在VR的话 不朽还是对抗虫组的一个核心单位 就是打到后面的话 不朽越多这个神族的战斗力就越强 这边看一下是不是要出感染 因为他现在是在不行的虚女王 他其实还是想要再用虫虫打一波的 在不行的虚女王 没有选择出刺蛇吗 他可能感觉刺蛇没什么用 对还不如出女王 确实我也是觉得刺蛇这个对空能力上来说 真没有女王强 对女王主要是对空比较远 有七格射程 刺蛇的话只有六格 女王肉啊 女王最重要是很肉 攻击力要高一点 刺蛇其实在两攻之后呢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变 就是两攻的话 两攻四蛇是能打得动这个使徒的 如果没有两攻的话 就单纯的一攻是打不动使徒 威逼要出自爆球 打的是不是太复杂了 8兵 9兵 10兵 开四框 其实就单纯的在球稳而已 对对对 反正我稳着来嘛 我把科技兵种越出越多 兵种质量越来越高 然后我凤凰在这边呢 慢慢的换 换能换多少 再能换多少 然后凤凰换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这边的科技兵也成型了 这个时候我再出门去跟你做对抗 他这个凤凰 杀农民重组 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 无法阻止 可以看一下战损 战损这边重组已经高了3000 我觉得像这种打这种凤凰的话 我觉得每片矿 差三个黄空都是可以 我觉得重组都是可以接受的 是吧 我觉得差四个都可以 是一公的凤凰 是啊 这个已经杀了18个农民 而且凤凰好像一个都没有死 还在杀 20个农民 这个凤凰消耗完能量之后 重组已经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只剩下了50 而且又补了一波还好有53个农民 他现在要依靠这波感染来把这波凤凰定掉 但是你现在正在定掉这波凤凰正面也大附近 现在定掉了我觉得也没用了呀 嗯 不过探机也是他所考虑的可能就是怕这波凤凰被定了 所以他转型这个地面其他的 哦他居然选择了出双VR出巨像 这是我们在比赛里面很少见到的一个单位了 也可以啊 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打巨像 对吧 他不是说正常打重组 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有飞蛇 或者有勒克 对对 可以去对抗巨像 现在这个冰种组合没有东西可以对抗巨像 少量的火战狼和感染虫的话 凤凰可以强行的弹 哎哟 稍了事物啦 解释 三个 哎好 只是三个凤凰 这个时候凤凰其实已经作用很有限了 这边是刚刚放下刺蛇通槽 嗯 那离勒克还有很长远的一段距离 变这个第四塔要86秒 这个是将近有一分半的时间 那是肯定来不及的 解释的话已经200人口了 马上应该是要出门了 正面这个混合部队太猛了 等这个巨像出来 我觉得解释应该就会发动一波正面的进攻 解释已经是绕路了直取虫族的四框 好这边想要去抬女王 女王数量还是很很够的 但是正面的话只有蟑螂加火蟑螂和感染虫 这怎么办 这怎么打这个神族的高富帅部队过来的话 只能抗女王了 这女王也女王也不行啊 这个奶不动啊 虫族的都是蟑螂和狗这种廉价货 好这边呢已经是A起来了 看一下感染虫的定 能不能创造奇迹 第一把定 定的还可以 定的还不错 第二把 第二把 还好定住了不巧的部队第三把 还有没有定的还不错 后来又来两个级像 这个凤凰各种台 这个输出已经是差的太多了 直接崩了 直接崩盘 女王的奶也是奶不动 解释云口瞬间领先了将近一倍好 奇迹这样恭喜解释 恭喜解释 解释第一排赢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 毕竟上来是挡住了对手的一个一波流 然后 最重要的是 Bring PC这边并没有选择很坚决的一波流 他这个也不应该叫一波流 只是一个进攻运营 压制型 对压制运营 那其实跟今天下午场小明打XY那场有点像 也是选择了一个进攻运营 但是他这个压制投入的可能是不是过大了 因为他看起来他整个的运营是有一点慢的 现在的话下面是要由轨迹来选择一张地图 看看会是选择的 我是觉得像这种压制运营 如果说没有能够打到一些实质性的 对对 经济啊或者是 经济啊或者是 比如说打掉你一片矿 或者说把你的冰撒完也可以 所以 那剩下的这些图里面 狼野你觉得哪一张图比较适合打GVP呢 就是你帮轨迹选一张图的话 你会选哪一张 呃我想想啊 就包括新出的两张像 适中啊寒霜这两张 你觉得在GVP怎么样 我觉得我要去选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 可能适中 适中因为有背后嘛 有个岩石对吧 乐柯赖那个岩石还是挺猛的 那这边他是选了双寒之地 哦双寒 双寒的话就比较看这个出生点位 嗯现在的话最好打的那个皮昂台地就没了嘛 这个皮昂台地已经是被 呃世宗所取代掉了 对确实 因为皮昂台地这个图也是 之前玩家抱怨的比较多的一张地图吧 所以这个赛季就被取消了 嗯我感觉 呃反正之前我感觉到确实是重途小有优势吧 因为我自己打的话 这张图的胜率是特别的高 大概有70%将近这样啊 那是 对 那是确实非常高的一个那个胜率了 因为其实你平常我们打也知道 对 能有60%的胜率啊 对因为是感觉就很少输了 就感觉已经很少输了 对对对 你要说65%的话 那就是很无敌的一个状态 70%其实对 就是无敌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双寒的第二场比赛 这边 双点位存在地图右上角 红色的生猪 解释 而地图右下角蓝色的重途 就是来自于SPA战队的BLINKING机器 我看到这边 呃轨迹 它的这个手速还非常快啊 有平均有400 对 呃轨迹是一个快手流 嗯这解释的话就相对要逊色很多 只有200 嗯 一般来说神族 慢手流比较多一点 嗯 他主要要求这个精确度比较高一些 对操作精确度要准 嗯 因为比如说像闪追啊像立场啊 对 因为他的兵都很贵嘛 经不起消耗 对 嗯 国内的神族都是会选择在PVZ里面选择BG探路 只有曹哥的话才偶尔会裸个霜 嗯 对啊大多数情况都是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嗯 因为国内的从族给不了他们压力 BG探路是对很稳 什么什么打法都不怕 BG然后双开 然后这边轨迹的话是裸霜之后提速 跟刚才 看来也是自己也是发现了 刚才他那个打法有点慢 裸霜但是没有开气 开了看来已经是踩了有30个 然后应该是直接会选择三开 嗯 这两个点位其实三开的话 嗯 你是选择开这里还是开这里 肯定是开后面啊 如果是这 如果知道神族在下面的话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开在后面 嗯 但是如果是我 我还是会开这里 嗯 因为我把三框开这里 我四框开这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而且三框其实这个地方很好守 路口很大 嗯 然后从这边进攻也不是特别好进攻 其实看在这的话 唯一一个不好 就是会很难防飘使徒 对做个支点 因为神族飘使徒的话 现在比较聪明的神族 都是把那个使徒就H在你那个岩石的位置 就是你二框三框中间不有个岩石吗 嗯 现在他的使徒就存在那个位置 就是看你的兵力走向 我在选择是飘你的二框还是飘你的三框 对就是边上那个坑这个对对对对 就这个位置 他的使徒站在这就站在这 是你很难去选择成这个很难去包夹他这个使徒 其实如果真的是攻速使徒 就每个框一个地保 嗯 然后每每个每个框的矿去一个地保 然后就爆兵 哎解释这边的VC进度非常的快 非常快 感觉也是一个攻速使徒开局 上场盘占到便宜的很开心 这盘继续用 可能他的打法我看一下 应该可能还是VC3BG 然后攻速直接接两位S 这样一个目前来讲最稳的一个打法 就是他最喜欢用的 用的最多的 嗯 这个打法他好处就在于 他的三个B3BG的攻速使徒可以给重突压力 然后同时两位S出凤凰呢 还是可以还可以反打别人的这 防住别人的这个反打 嗯 就是这个打法可攻可守的一个优势 嗯 看一下轨迹哥 继续的双农民 他现在已经是知道别人是在上方点位了吗 看一下轨迹哥视野有没有 已经有 房子已经飞过来了 发现了他别人是在上面 他现在要飞进去 看到这个VC 就完美了 他的人生就 打到意义 看一下这个无间核心好像是要放小炮台 他打不到 这边打不到 哎哎哎 掉一下圈 啊这个能打到 哇 能不能 哎呀 这个居然 这个其实轨迹哥有点不小心了 因为他房子 这个飞行路径是可以避开这个 这样是没有看到这个VC的攻速使徒啊 不过他看到了门口两柄嘛 还是能够判断到的 因为 蟑螂从草梅下我觉得已经糟纵了 用狗防很不靠谱 用狗防的话 主要是看能不能 主要是不要被使徒卡住位置 因为其实用狗防三BG攻速使徒 是能够防住的 就是看要亏多少个狗 我如果是升级一攻狗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会用狗防 如果不是升级一攻狗 我觉得小狗去打攻速使徒太慢 太吃亏了 主要是从卵太吃亏了 这边这就是开的这个点位有一点不好 就是别人的使徒来的特别快 还好这边 这拨狗打不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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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女王过来帮忙 先吃掉一个使徒 但是狗已经损失很大了 主要是女王跟狗有点脱节 没有过来第一时间帮忙 再飘一波 鬼祭哥靠后续的狗 应该是能够解决掉这三个使徒的 这拨从卵上已经亏损很多了 对对对 看鬼祭哥使徒这边也没有没有卡到一个好的位置 被女王是堵住了 强行点农民 强行点农民 点了六个 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还可以还可以 蛮好的蛮好 换了一波狗加六个农民 接下来他家宗是选 并没有选择双方式 而是直接三开以后 接了不朽然后能进 这个解释这个开矿的地方有点奔放 直接是准备跟你刚正面 对吧就是刚正面 对吧你都把矿开这里了 我也要表示一下诚意 大家互相刚正面 谁怕谁 这互相刚正面的话 嗯 为什么我感觉 在不朽成型之前 还是重组稍微有一些优势 因为他火蟑螂 其实在前面对A的情况下 是不虚你的这个 其他出不朽以外的组合的 你确定他会爆蟑螂吗 我怎么觉得爆蟑螂 都是被逼无奈的情况下 才会去选择爆蟑螂 就爆蟑螂火蟑螂 然后爬女王嘛 对吧 这样的是吧 对啊 他已经发现了别人开这个点位 这个女王爬过去其实很近的呀 看一下鬼祭哥 又补了六个房子 我感觉他应该是要不能忍的 他可能接下来不会再补农民了 家里面四个使徒一飘 没有没有看到啊 看到了这个影 看到了影 有没有反应 蟑螂去第一时间回去 农民还是要损失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使徒再飘再飘好 去主框 去主框又可以再杀两个 然后进来了一个使徒 还是能杀 还是能杀 再杀一个 八个 再来一个 九 杀了九个农民 这样的话鬼祭哥经济有点崩 然后又刷了两个使徒 还没有发现 这种他也没有发现你知道 这是 好好好 有看到了 看到了 那看到了还好 装走装走装走 装走 正面的话军团已经是 拖到时间了 这已经拖的让神徒的运营 已经运营起来 闪追生好了 不朽看一下 三个不朽了 这边已经打不下来了 对确实已经打不下了 这个冷静太关键了 这波除非有十个以上的火炸狼 不然的话绝对是没有一点点机会 哎 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运营上已经有点乱了 农民 数量非常的少 对 他被飘了之后是 已经选择被迫要打一个一波 这个火炸狼 这个火炸狼数量有点不够 不能第一时间秒这个水晶 好 先点掉一个水晶 再点掉一个 这样 冰营断电 正面都打不过 但是这边解释这三个冰营感觉有一点 还好抹了抹了过来 看一下能不能夺一下火球 这三个冰营感觉有点坑自己啊 这个阵型完全展不开 就想加大波台 没有切到妈妈船 他妈妈船好像是死了 好看一下 现在是 使徒一飘应该要上了 确实这个地形卡到自己了 这个地形展不开 有点尴尬 看看使徒飘 闪着一跳 调整一下自己的阵型 但是这个感觉使徒要送了呀 这个火球砸到了追裂 这边上面 上面四个不朽 能不能 能不能立功 不朽的火力都打到这个女王上面 是完全打不动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他这个 毕竟赌场作战 守住了守住了 他这个 上面不朽都没有损失的 对吧 兵营损失我 我都可以接受 哇这波火砸到了 这波火砸到之后 不朽倒了一个 还是刚住了 倒了两个 虫族的后续 看看能不能及时接过来 这个时候要接一波狗 如果接到一大波狗的话 有可能是 把这个神族直接打死 先又砸掉一个不朽 又砸掉一个两个不朽 这个不朽数量不够了 没事没事他后面双尾亚 双尾亚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马拉专也出来了 正面没有任何问题 女王已经是全部都 再忙已经是强拟之末了 很难往下来了 也就是只有刚才那一波机会了 刚才如果是能够接上一大波狗 把这个几个不朽包住的话 那就要好很多 看一下这边解释已经要反打了 这波反打立场没有立场的 没有立场的 就硬刚 但是有闪烁 有闪烁 使徒闪追不朽硬刚 使徒直接飘到脸上 没有敢飘 他就看一眼 有机会我就飘 没机会我就取消 这个打两个人打得很铁血啊 这个位置是转兵相接 哎猫猫船猫船 猫猫船好像是要被打掉了吗 猫猫船没打掉了 这个我觉得解释要上了 果然是使徒直接飘到飘过来 轨机哥球的话 这个火球没有砸到 那这样呢 要稍微退一下 女王加一下血 咱火蟑螂虽然有点少 现在DPS是不太够的 这边追列跳一下 调一下阵型 然后硬刚后续杀兵 在残局阶段不朽是非常威武的 这样我正面还是感觉神主打赢了呀 这个火蟑螂 主要是不朽现在没有东西可以处理啊 他没有足够多的火蟑螂去释放火球 让对手来走位去躲火的话 正面很难去跟这样的部队拼火力 因为蟑螂其实虽然说肉挺肉的 但是他的伤害其实比较低 不是很高 输出不是很厚 在不朽面前 我觉得什么单位都不是很肉啊 哦这里强行蟒 农民已经是死了21个 那这样鬼祭哥 应该离积极不远了 对 后续不行的借兵 但是你如果刚才这波农民上来 能把这些不朽全部换掉的话 其实还是有机会挡住 但是没有换掉不朽就没有用 他鬼祭哥这边把女王都拉出来之后助软 是不是出了点问题 看到他余钱有点多 嗯没有女王助软 二矿没有女王助软 三矿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助软 看来呃这样的话鬼祭哥 已经挡不住了 对已经挡不住了 又问了几个蟑螂 嗯 技技 恭喜解释 这样是恭喜解释 那这场的话其实 打得很快啊 对 其实这场还好吧 嗯 嗯主要是中期的那一波 第一波使徒飘过来以后 用狗挡的时候 我觉得就有一点亏从软 我一般比较喜欢就是出蟑螂 出蟑螂来挡 或者说你要是有一公狗的话挡这一波 我觉得就好 或者说有独暴虫 有独暴虫也可以 然后接下来的本来是鬼祭想好的 就策划好的一波女王的Rush 嗯 就策划的一波女王Rush以后 被一个冷静拖住了 对 把整个节奏拖缓了 然后拖到了对手闪堆和不朽的成型 那 自然没有打下来 没有打下来以后 也是就顺势的一个反打 布林克基金就无法 主要是这个点位也是太近了呀 对 就是拼刺刀嘛 你刺刀拼过来 被我挡住了 那你就已经受伤了 对 你就积极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今天的星期二的第二次比赛是已经结束了 那么明天同样是下午2点钟 大家锁定WCN2016的频道 观看我们的比赛 大家明天下午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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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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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